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新闻一开始 让我们将镜头转到花莲县议会所进行的相关议程 5号的上午是由县议员张怀文进行总质询 他针对了农民要申请建制 太阳能光电的作业 因为资讯相当的不明确 他希望县府能够站在福岛的立场 来协助农民申请 保障农民们的权益 5号的县议员总质询 上午则是由县议员张怀文进行质询 张怀文表示 今时有许多农民想反映 在农地申请建制太阳能光电的作业流程相当不了解 也希望县议员能够站在福岛的立场 帮助农民们能够顺利的申请 针对太阳能光电的申请 我们请观光流处能够好好的把关 另外会统的5个局处 今天都很充分的说明 第一个是地震处地幕的变更 第二个是建设处申请建造 另外就是农业处农地为农用的部分 还包含我们环保局 我们都充分的说明了以后 我们希望说因为我们善良的农友 不晓得扎的农地申请了以后 申请这个重电以后 虽然这个补助非常的庞大 大概三四十万 那接着后续的包含订定这个契约 契约的执行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在今天的执行会议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农友 因为在这个农作物的种植里面 如果是跟太阳能这个律者 订定合约的话 20年15年这个中间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订定契约我们一定要把它订定的好 我也请县政府基于我们的乡亲都是非常善良的 要很主动的去协助他们 针对农地农用的部分 有一些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地价税的问题 我们也要一并考量在这个太阳能 申请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还是希望县政府多加宣导 多加辅导这些农友 免得他们真的吃亏啦 另外正对花蓮港鸟踏石商圈周边 和港内有许多垃圾 希望县府能够加派人力来进行清除 来迎接后疫情的观光相机 花蓮港里面我们有看到赏金船 以及渔船还有一些美食的摊贩 都可以串联起来 那港里面的这些垃圾问题 还有这个漂流垃圾 我们也请县政府能够宽列人力 来协助协助清淫这些垃圾 让我们的花蓮港恢复原来的美丽 能够吸引一些观光客 县一张黄表示 6月7号新冠状病毒疫情就要全面解封了 花蓮港的周边环境更需要县府 能够大力的加助人力来清除 来迎接后疫情的观光人潮 来带动地方的观光相机 记得就让我们一观视频道